舞台很珍貴,機會稍縱即逝 為台上的那一刻,我準備了18年 學習甲骨文的過程很艱難 比我想像中困難得多 入門書半天看不了一頁 經常會產生自我懷疑 覺得自己要崩潰了 汶川地震的時候,我6歲 解放軍叔叔和消防員叔叔來到我的家鄉 給我們送來了物資,為我們搭建帳篷 當時我的心裡濃發了一個種子 我們每天都要執行升降旗任務 一年365天,風雨無阻 40度的高溫,我扛著30斤的旗桿 而且還要負重 無數痛苦迷茫的時候,都面臨著兩個選擇 一個是堅持,一個是放棄 但是我每次都選擇了堅持 只要有機會,就嘗試去超越 不到最後一秒一刻去不放棄 青春就是敢想敢幹 想做什麼去爭取,不要給自己留下遺憾 從當年的被救者,到現在加入國家 中央性消防救援隊伍 這是我的執責所在 更是一種愛的傳承吧 過不去的才是傷疤 過去了就是勳章 相信自己,去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軍人就是要面對困難不放棄 面對挫折不欺凌 面對挑戰更勇敢 做好該做的每件事情 沉下心不浮躁 全力以赴,相信自己 什麼都不行就是我清楚 都能成為生活的勇士 搓力奮發,勇意前行 中央一天也一定會完成你自己的夢想 年輕充滿朝氣 青春孕育希望 廣大青年要厚知家國情緩 涵養進取品格 以奮鬥姿態 激揚青春 不復時代 不復華年 而一番操呈其生活 因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